226 香港《經濟日報》6月數據回亂兩年增11.8% 2015年7月15日中國要問A21內地6月部分金融數據回亂 反映政府推進地方融資和央行放鬆貨幣政策效果開始顯然 6月廣義貨幣2年增長11.8% 增速比上月高一個百分點 市場分析M2大幅回升和前期減息降準有關 預料在經濟下行壓力大前提下 下半年貨幣寬鬆政策不會轉向仍有減息降準需要 央行昨日公布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 6月底廣義貨幣M2元額133.34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 惡年增長11.8% 高於市場預期的11% 但仍低於當局年初定下的全年增長12%的目標 6月底的增速比上月底高一個百分點 比去年底低0.4個百分點 6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.86萬億元 惡月多6,219億元 惡年少376億元 上半年社用規模增量為8.81萬億元 惡年少1.46萬億元 6月新貸1.27萬億一月後新高 央行作指公布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為6.56萬億元 但並未公布6月單月新增貸款數據 路透社根據央行此前數據預測 6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.27萬億元 創下今年1月份以來最高水平 反映政府推進地方融資和央行放鬆貨幣政策效果開始顯然 對於M2回升的原因 兩行調查統計師師長勝重成作約稱 減息配合降準既能增加實體經濟融資需求 又能增加貨幣供給 而M2增速從4月份的歷史低點10.1%逐月回升 和連續降準 減息有較大關係 事實上 央行今年以三度減息 兩次全面降準及一次定向降準 最近一次為6月28日起 下條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權款基準利率0.25% 並有針對勝地對金融機構實施定向降準 為2008年以來首次同時減息降準 儘管經濟未明顯轉亂 但已有其穩 將 市場對貨幣政策持續寬鬆的大方向較為統一 部分業內人士認為 若股市及經濟基本面沒有大的起伏 下半年可以結合公開市場操作 以及中期借貸便利 等定向調節手段 適當放緩降準和降息等舉措的出台頻率 業界 適度寬鬆利防金融風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均稱 6月金融數據向好 不改未來貨幣政策寬鬆基調 從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大環境看 適度放鬆貨幣也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 因此中國仍有減息和降準的現實需要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岳永健認為 M2超預期 主要原因是貸款增多 財政存款下放以及外應款轉好 如果下半年保持當前太小 經濟有所企穩 M2年目標增長12%很大可能完成 民生證券債券分析師李其林則指 從中期看 經濟環處於基建託底加傳統部門去產能加新增長點青黃不接的狀態 金融數據很難出現一個季度以上的改善 李其林認為 下半年貨幣寬鬆不會轉向 但對流動性的調控 則更多的轉向長端和定向調控 主要通過降準 抵押補充貸款和扭曲操作來實現 長債利率不宜過度悲觀 全低調控制度高度消灯 大土耳寬鬆